前進自科馬達可以不動 然後後退的時候馬達就被帶到 同學是討論著輕能車馬達運作的情形 這台輕能車參加2024學生杯輕能車競賽 是勇奪靜態展示的第一名 馬達跟傳動的中間 我們加上一個單向軸程 那是當我們在馬達在加速的時候 它可以在我們的後輪 可是當我們今天馬達關掉的時候 這樣可以繼續滑行 然後它是跟像離合器一樣 就是它後輪是跟傳動系統是分開運行的 這樣子可以讓說我們的車在滑行的時候 不會被馬達的阻力影響 有一個很大的減速 就是在過程中也學到蠻多技巧 一些基本知識 對就是會比在單純上課上學到更多 那你在這個車堆裡面擔任的是車手嗎 欸對對 那車手的那個你要注意什麼 欸就是車手要對車子是最了解的 就是至少壞掉的時候要知道是哪邊壞 哪邊要修理 在大學時做學習培養學生接軌產業 這是機械系第一次組隊參加輕能車競賽 七月份檢章公布之後 學生利用暑假兩個月的時間 從無到有做出車子最後獲得靜態的第一名 東泰家做的好成績 我們的輕人目前視為是最乾淨最有效率的人員 主要是因為它的燃燒過程不會產生二氧化氧 或其他的有毒物質 只會產生水蒸氣 那我們大海大學以德國師徒制的大學 強調以學生手作為我們的特點 同學利用暑假兩個月的時間 很努力地把這個車子給製作出來 順利在比賽前把車子製作出來參加比賽 那這次的比賽 我們得到了靜態創意競賽的冠軍 動態競賽是佳作 學生發揮創意章理論知識與食物技能相結合 在參賽隊伍中拖引得出 其實他們未來在輕人與環保領域 能有更進一步的成果 要去參考高興一點 中華壽司中華壽司中華壽司中華